半个小时吃完晚饭 天气晴朗 在银川的最后一晚当然要去中阿之州 银川的路特好走 市政府旁居然单向石车道 宽阔无比 万寿路特别漂亮 只可惜当时在修路 需要绕到大连中路 最终晚上十点整 我们到达了中阿之州 江车停在路边 下车走走转转 夜晚的中阿之州非常的漂亮 灯光喷泉无与伦比 一尊矗立在三米高台上的9.9米高的中华顶 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建筑文化 春字形雕塑寓意春意盎然吉祥如意 中阿之州全长2.1公里 宽90米 中间是58米宽的文化休闲区 虽然已经是晚上十点 但仍有不少游客还在这里散步观景 图腾柱往西是中国古代特色建筑祥祥和楼 主要寓意和平吉祥 凸显中国文化的元素 夜晚走在中阿之州 每一处景观都是非常有视觉效果的艺术在线 往前看是中阿之州的标志 再往西的景观需要穿越地下通道 远处有几个亮灯光的大柱子 通道里还在装修 穿过通道正在欣赏几个灯光柱子 突然间喷泉灯光熄灭了 水也停了 那就往回走吧 还没有走到地下通道 所有灯光都熄灭了 还好通道里还有灯 从地下通道出来一片漆黑 右边两座在施工的大楼有探照灯 所有雕塑都失去了光芒 变成了一块块冰冷的有形的石头 走回中国区已经是半夜11点半 随后再看一眼吧 中阿之州一定要晚上来 白天会逊色很多 玩了一整天 回到酒店已经是半夜12点 街上还很热闹 买了一些水果和一个大西瓜 准备回去再好好吃一顿 明天就要离开宁夏 返回热区石家庄 那这一路又会有怎样的经历呢 咱们下期继续吧